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 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 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 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 若世界为你们所审 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 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何况今生的事呢 即使这样 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 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 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 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 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 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 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 你们彼此告状 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 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 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 你们倒是欺压人 亏负人 况且所欺压 所亏负的就是弟兄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不要自欺 无论是淫乱的 败偶像的 奸淫的 做鸾童的 亲男色的 偷窃的 贪婪的 罪咎的 辱骂的 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但如今你们奉祝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我们神的灵 已经洗净 成圣称义了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 但无论哪一件 我总不受它的挟制 食物是为肚腹 肚腹是为食物 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 身子不是为淫乱 乃是为主 主也是为身子 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 也要用自己的能力 叫我们复活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是基督的肢体吗 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 作为娼妓的肢体吗 断乎不可 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 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 因为主说 二人要成为一体 但与主联合的 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你们要逃避淫行 人所犯的 无论什么罪 都在身子以外 唯有行淫的 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 中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 荣耀神